回来我们马上来关注政治观察室 这立法院下周二就要修会了 所以现在立约是马拉松寺的表决议案 不过这民进党的提案 频频被民众党来提议退回 而其中包括吴秉瑞提案被退回的时候 他是气到直接拍桌 还标骂民众党的巴西 给他一个理由 那么时间交给主播陈静怡 好 院会在下周二之后呢 就要来结束了 那么今天针对的是报告事项当中 首先在民进党的增劣势上 不料却频频被民众党提议要退回 尤其到了吴秉瑞的提案 也被退回的时候 吴秉瑞就相当不满了 对着民众党的巴西怒标 你们要给我一个理由 我们一起来 请问一下 总之党团干部的约束以下 自己的委员团人 外却现在有邱义委员 赤明 最高的表格 以民进党的党团意见 列入公告进入 面对吴秉瑞的拍桌怒杠 这民众党立委林国成 一度站起来想要和他理论 但是这个黄国昌呢 就示意要他坐下来 似乎是要他不要被激怒 但是后来呢 还是有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沈柏阳 同样走到了民众党的巴西面前 说他们要退回是不是要给一个理由 到底为何退回呢 倒是到了国民党的首个 这个增列事项 是由国民党团总招傅昆奇所提案 要求呢 未来在选霸法当中 好在罢免提议 必须要付身份证赢本 那么今天提议禁赴二读 也在蓝白的联手之下 因为他们是多数码 所以成功禁赴二读 会由国民党团来召集协商 那么最快的话 可能会在下个月临时会 就有可能会三读过关 那么以上是在立法院的这边状况 把时间交喊捧